這個時候 你放久一點就有一種豆腥會出來 那為什麼會有豆腥因為其實就是氧化的效果 氧化 那這個氧化為什麼會氧化 就是因為它在加工的過程 它把細胞磨破 因為一般我們在做豆漿不是用刀子做喧囂 就是用磨的方式把它磨破 那本工是剛好不用這兩個工具 我們是用水幫它裂結 那所謂裂結這東西也比較稍微詮異一點 其實我說問大家大家都知道 以前我們在開花一座山一定要靠炸藥 炸藥是不是破掉 不然就開土器把它挖挖挖挖挖到就碎掉 那最後現在發覺大食感很厲害 只要你把它軟化 你那個土壤排水不良 來一個大水就叫做土石流 所以它沒有破壞掉 為什麼 因為平常排水不了 它就把泥土滷化掉 軟化掉 來一個大水它就沖掉 而且很乾淨 而且沒有任何破壞 其實我們公司的方法就叫土石流化 它是完全把食物燜煮到的程度以後 用高速的東西把它做分解 裂結 用水的壓力把它裂結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所做的食物大部分都是全食物的 各位能夠看到我們的葡萄汁 它是包含皮 包含紙 包含熱 那個紙你喝起來很有感覺 等一下你喝那個豆奶 我今天下午會試飯我們公司的豆奶 讓大家試飲 大家試飲 很好喝 你說你那些豆醬不同不太一樣 沒有豆腥味 但是它很香 為什麼 因為它細胞沒有破 我們一顆的豆裡面 可以產生七到八百萬克的單細胞 你看它多綿密 所以你那時候覺得說 我怎麼會喝這個 它其實就是這樣 那下午大概三點多 大家上課 心中一下 我們就安排讓大家試飲 那當然這在這邊我小小講一個我自己的感覺 其實今天大家在這邊學習 歐陽明老師的課 我有一個啟示讓大家知道一下 其實家裡的小孩子 家裡的生活其實都是靠媽媽之行的 靠有心的家庭 大家在推動 它靠外面其實不太可能 那我從小的時候我記得 我是受過萬魂一點點小小教育 因為日本教育 我爸媽實在是很嚴格 那小時候我爸媽就說這句話說 小孩子在家裡吃飯 無論多馬一定要回家吃晚餐 因為那一餐可以讓我們家裡之中 大家也快樂 而且吃到媽媽煮的東西 從小時候變成訓練 後來我小時候 我離開社會後 後來生了小孩後 那我這小孩去學校上課 老師就說 在家有吃早餐的雞熟 前半只有兩位雞熟 因為大家媽媽都是給他50塊去買 外面吃東西 大家有時候不吃就去買糖果 甚至打電話玩戲 只有兩個 我有小孩子是其中一個 那他問說 是誰煮的 有個是阿嬤煮的 那我女兒說爸爸煮的 他嚇一笑 他說怕小孩子收口 然後打電話說 你真的給你女兒 主長 我說對啊 每天晚上我們都會講說 我們明天要吃什麼 那我為什麼有這種觀念 我是希望小孩子 開始他就吃到健康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我女兒去高山了 他吃東西不用我去懷疑他 他知道好不好他就丟掉 但是小時候告訴他說 什麼叫真食物 所以他吃東西他知道 爸爸這個家中去我不要吃 你他外面飲料不可 為什麼 因為他從小時候吃到真正的食物 我們是真的在家裡做的 包括現在我們還在家裡吃 那這個如果是 今天各位來的話 我想大多希望這樣做 其實我們身邊最重要 從我小時候那個小早故事 他說我小孩子現在我不用擔心他外面 他說外面去 他說這個不吃 他要吃什麼 他說有什麼選擇 那是因為從小就要為他 那這件事我也希望說 大家盡量把這個力量發揮出來 因為其實食物很簡單 第一個 你只要把來眼了解以後 再利用很簡單的技術把它處理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回事 對不對 我現在講個很簡單的事情 像我們公司的南瓜 我這樣不是在說我的好 我是讓大家知道 其實食物裡面 如果你能保存它的鹽味 它的鹽洗 其實就是最好的美食 我們的南瓜 我們就很簡單 我們只是把它燜煮以後 經過水 去把它裂解以後 這樣就可以喝了 那一般我們來喝南瓜 他們都必須要熬啊熬啊熬啊熬很久 然後熬到最後氧化以後 就加奶油啦 加什麼調味料 哇好好吃啊 其實那不是真的食物 那我們的南瓜是你買回去以後 你加水一滾就可以喝了 而且是你從來沒喝過的南瓜 是原來是這麼好吃 因為它有家品在裡面 所以我今天下午可以給大家喝一下大喝 但我不是在推銷 我是覺得說我跟羅小姐在這邊 跟各位想 我們是真心想把這件事情做好 那藉用一些專業老師 像歐陽家族這樣的專業老師 看能不能把這個氣勢帶起來 但我要讓他請問說 其實從家裡做是最真實的 而且很簡單 而且陳美又很利 那何樂而不為啊 所以我在這邊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這個 真實物運動 而且我們叫全食物運動 所以希望大家來支持他 因為這個必須有效很大 我們剛剛我們看到我們總裁 其實我們總裁 投資這個事業的時候 他只有兩個想法 他先講到說 我如何讓大家吃得起 我才要做這件事情 他說你要做健康食物 所以大家吃而已 你不是有錢人還吃得起啊 那大家吃得起說 我們東西很簡單 都放在我們的民生用 比如說我們把我們的食材 放在麵包 放在麵條 放在飲料 放在湯 就這樣而已啊 你每天都可以吃 很方便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要把這東西如果擴大 我們一定要去做推動 所以我們為什麼成立樓下 希望能利用教育 因為我想大家 很簡單一個觀念 觀念改變 行動就會改變 行動一改變 命運就改變 就這麼簡單 以上是我們跟大家互相努力 謝謝